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书剧 《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六百三十八集 没有人愿意一辈子活在阴暗处 哪怕是锦衣玉石也一样 段王世子回去跟陶安郡主一说 陶安郡主虽然震惊 但略做思索后还是硬了下来 世子哥哥 我知道我有许多不好 但是 我还是想想试一试 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 自从上一次锦衣开把她带到收容所 让她见识到了世间的苦难后 她就经常去收容所照顾那些孩子 在那些孩子身上她看到了很多 学到了很多 也只有在那里她才知道自己还有用 哪怕她不能生育了 她也是一个有用的人 而不是一个只能靠哥哥养着的废物 那就去试吧 不管结果如何 你还有哥哥 段王世子终是心疼自己的妹妹 不想给她太大的压力 世子哥哥 你既然不放心我 怎么会想到让我去管琉璃坊呢 陶安郡主兼端王世子一副担心的样子 不由地问了一句 她哥哥那人她知道的 虽然会教训她 会管她 甚至会对她凶 但对她是真的好 尤其是发生那件事后 她哥哥更是恨不得把她养在琉璃屋 不让她受一点苦一点委屈 根本舍不得让她去做事 是燕北王妃 她提的 她说呀 女人活着的意义 并不是生孩子 你需要更广阔的天地 看着面前笑容明媚的妹妹 端王世子承认 季云开说的是对的 不管男女都需要把自己摆在有用的位置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不然就会想太多 陶安郡主心中那一点被重用 被看重的喜悦没了 样样不乐的道 原来是 燕北王妃 和季云开不喜欢陶安郡主一样 陶安郡主也不喜欢季云开 季云开抢了她喜欢的男人不说 还看不起她 好像什么事在季云开眼中都不是男事一样 她的痛苦与委屈 在季云开眼中就像是小孩子的笑话 季云开又不是她 怎么知道她的苦 陶安 燕北王妃她一直惦记着你 这次要不是她提起 我也不会想到你 察觉到自家妹妹不喜欢季云开 端王世子不着痕迹地为季云开说好话 日后陶安真要管着琉璃房 少不了要与季云开打交道 要是她一直与季云开不对付 以后大家都不好合作了 哎呀 世子哥哥放心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而且我虽然不喜欢她 但她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我会听的 季云开那一句 女人活着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生孩子 简直说到她的心坎里去了 就为了这句话 她也会少讨厌季云开一点 如此我就放心了 端王世子露出一抹清浅的笑 温润如雅 陶安郡主嘟囔了一句 扯了扯端王世子的袖子 哎呀 我又不是小孩子 燕北王妃没有比我大几岁 狮子哥哥 你能请燕北王妃 把她的丫鬟抱情借给我吗 她身边的丫鬟懂外面的事 比我身边的人好用多了 有她帮忙 我定能事半功倍 这个 季云开身边的丫鬟 都是燕北王府的人 她哪里敢开口 哎呀 狮子哥哥 你帮我跟燕北王妃说说吗 你不是说燕北王妃人很好 一直惦记着我吗 说不定她愿意借呢 季云开要是不肯 正好让哥哥看到她的真面目 季云开才没有她哥哥说得那么好呢 端王世子被陶安郡主缠得没有办法 最后只能点头 答应帮她问问 事关自己的亲妹子 端王世子片刻也不耽搁 四日去琉璃园之前 特意拐到季云开的住处 跟季云开提了借丫鬟的事 端王世子本以为季云开会婉拒 却不想季云开不仅硬下来了 还大方地说把她原来的五个丫鬟 都借给陶安郡主用一段时间 帮她熟悉琉璃房的事 端王世子顿时大为惊喜 回去之后又在陶安郡主面前 说了不少季云开的好话 陶安郡主心里憋屈 可又找不到理由反驳 第二天一早 季云开就让端王世子 去城外大营接人 琉璃房正需要用人 端王世子也不矫情 当天就把人接了进来 消息传进皇宫 皇上气笑了 季云开还真是不死心 他不让季云开的丫鬟进城 季云开就用这种办法 把人弄了进来 虽说人都在陶安郡主身边 但季云开要吩咐他们做事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以前果然是朕想看你了 他防着季云开 防着燕北王府 但却没有想到端王世子 居然把人接来了 既然你跟朕耍心眼 朕也就不跟你客气了 皇上一脸冷笑 当天就下了圣旨 告诉众人 今年的宫宴由季云开操办 消息一出 整个宗室哗然 后宫的季贵妃就更不用提了 直接气得砸东西 作为宫中唯一的贵妃 在皇上没有立后之前 不管是怎么轮怎么排 今天都该是由他来主持宫宴 可是皇上却选择了季云开 且不是像往年那样 由季云开随宗室王妃 宫里的嬷嬷一起操办 而是直接发明指 由季云开来操办 这算什么 无声地告诉众人 皇上心里还有季云开 又或者季云开心里还有皇上 即使嫁人也要为皇上操办公宴 要知道历来操办公宴的 都是皇上的女人 季云开 你害我还不够吗 现在还来抢我的差事 你知不知道这有可能 是我唯一一次操办公宴 季兰气得大哭 外面的风言风语 他听到了 这段时间皇上基本上不来看他 他还想借这次的公宴翻身 却不想皇上压根没有想到他 没有想到他就算了 为什么偏偏是季云开 季云开 你怎么什么都跟我抢 皇上是我的 给皇上操办公宴的人也应该是我 你算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跟我抢 季云开 我讨厌你 我讨厌死你了 季兰又哭又骂地 将宫里的东西砸了大半 但这样也无法让皇上改变主意 让皇上收回圣旨 季云开操办公宴的事 已是板上钉钉 任谁也改变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